HKG 报今天推介 和大家说说宜英皇友借所谓的6125周年播毒 却被网民狠狠恨笑 2019年6月12日是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的日子 并演变成一场对香港危害极大极深的黑暴风潮 5年过去,一些名幻不灵的宜英皇尸 还把6月12日曾破坏香港安宁的日子视为所谓的抗争纪念日 他们在英国多地发起集会,继续播毒 他们升起港独旗,唱港独歌 还叫喊着一些过时而且毫无意义的口号 由英国王组织更举行所谓的6125周年集会 大声势一年不如一年 只有大约有百多人参加 英国反华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 国安通缉犯、揽炒巴刘祖迪 放监后未满监管旗 潜逃英国港独组织、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寒霖等 趁机出来拆存在感,自大光环 刘祖迪和钟寒霖都肯会上发言 刘祖迪声称,决定豁出去为香港抗争 钟寒霖表示,如果他有一天能够重返民主的香港 真是可以煲底剑 这两个人以通缉犯之身 但不着鞭制吹牛 今时今日如果有手足选择相信 知人甚至是一个蠢字 而在另一场6月9日伦敦集会上 有两名宜英的前苹果记者 匿名接受黄茂采访时发表黄色谋论 发名伊小姐的其中一人坦言 他说对人生政治都感到很悲观 身边熟悉的朋友纷纷选择不上消费 他又说流港的公务员、警察 虽然并非全部都有份参与拘捕47人的行动 但认为他们处于参与平庸之恶的状态 所以他认为,我要站出来是因为我肯自由之地 要对得住在监狱里的人 自己身处海外,还说这种风凉话 欲中手足如果听到,只怕内心酸道很难受 这群大言不惨的怡英黄尸 纷纷沦为网民的笑柄 有网民说 发望一定要记得612 否则对不起走不脱的手足 还有人不似这群黄人在海外升港独旗的行为 如他们,看看升得多少年 网民一针见血指出 他说这群人的举动只是拆存在感 有如怕被人违望的一群笨蛋 其实这些借黄色带池带来免怀黑暴的网友 实际上是一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看他们这样的买力做秀 但近乎零影响力的言行 简直是又可笑又可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